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i 大家好 我是飞飞的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这里每天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PiNetwork信息 那好 我们今天要去分享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PiNetwork在国内的一些信息 我昨天也是说了关于PiNetwork在国内之间 存在的一个价格战的一个富项的战争 那今天的话我们再去说一下 关于PiNetwork在国内区的一些误解 那么我们所有的在内地区的一些派友 对于Pi的一个认知 还是处在比较浅显的一个位置 那么对于Pi的整个认知 它还没有从根本上去认知到这个Pi的一个世界观 那好 今天的话我就主要来去讲一下这个Pi的世界观 那我们都知道PiNetwork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项目 那么呢 它也是可以进行点对点的交易 一个公平化的一个市场 那对于区块链的项目来讲的话 PiNetwork具备的很多东西呢 是属于一个它自己所开创的 包括说手机挖矿 包括说KYC 那包括说异货 那包括说全球性的一个生态 那么这呢 都是PiNetwork所提出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建议 那并且这些建议呢 它有在自己去实施 按照这种方式呢 来一步一步的去进展中 那现在一个情况 我们的大致的一个白皮书上面的世界观 我们了解 那么现在要去了解呢 是来源于我们内部之间的一个争吵 去了解这个世界观 那么有的宣服呢 甚至是拥有非常多的一个弊量的这种宣服呢 他们对于拍的一个世界观和他们对于拍的一个讲解 我认为是有一点偏差的 所以说我做了这样的一个节目 当然我的影响力没有别人的大 但是我也要去 带来一个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因为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在国内区的 我这几天讲的肯定都是比较偏国内比较多一点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呢 产生一些思考 思考一下这个国内的这些现象 会不会出现在其他区域派友的身上去 那国内的一个派友大致地认为呢 派Network 现在我们知道80%以上的人是只是31万的 那80%里面31万的有非常多的讲识呢 认为派Network呢是改变世界的 好 这呢 是一部分 那改变世界里面中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来源于经济领域里面的 如果说要改变世界 就必须改变现在的一个金融环境 那所以有的派友 那么他也是一个讲师 他就讲了 关于Panetwork 要去改变世界的一个情况的话 必须要去挑战美元的地位 那所以Panetwork世界观里面呢 他要去改变这个世界 那就必须要去改变美元 那我知道在看我节目的派源 很多都是来源于国内的 那我们知道在国内讲述 改变美元的这个话题是比较吃香的 是比较容易引来大家的共鸣 或者说大家的一个热血沸腾的 包括说我们以前就去有金融学家 进行一个分析 就是分析说 现在呢这美元的霸权地主位呢 是对于整个世界的一个祸害 那么他将整个世界呢 进行收割 拿入他的手中 我们必须要有盲主手段 去改变美元的地位 必须去代替美元 去美元化 那么这呢 那是内地区大多数人的一个看法 就认为啊 美元是世界上的一个毒瘤 是个祸害 那确实 我们知道 随着美元的一个加息 随着通货的一个膨胀 然后随着2020年的一个疫情的到来 那整个世界的格局呢 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那所以很多国家或者地区呢 都要去印钞 然而有的国家呢 是可以不用印钞的 但是随着美元是对于整个世界的一个影响力 他印了钞之后 其他国家不印钞的话 那变相于是对其他国家来讲 是不公平的 所以说大家被迫的也去产生了印钞 所以说造成了全球的一个通货膨胀 那这呢 确实我们看到美元的一个不好之处 那他作为一个全球领导的一个货币 造成这样的一个影响呢 我们把它归结为是美元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转到派的这个项目当中呢 有的派有他对于这个美元和PiNetwork的一个结端 就是说PiNetwork未来是拯救我们这些被美元去绑架的人 未来的话五年之内美国的美元必将去崩溃 因为随着PiNetwork上市之后呢 必将会改变这种策略 美元呢几乎就可以被PiNetwork进行完全的替代 那这个时候呢 美国对于世界的掌控和对这个全世界的金融收割呢 就会被大大的削弱 那这呢就是他们的一个主要观点 就说PiNetwork世界观呢 是为了改变世界现有的一个金融体系 未来当中呢 会在五年以内打败美国的美元 成为世界上的一个通用货币 并且呢将美国呢 从这个金融市场里面去剔除 那好像这样的一个言论呢 在内地区的非常多派友是信的 是比较愿意去相信这样的一个话题的 并且呢认为美国呢 会在五年之后就开始进行一个衰退期 未来中国区呢 肯定会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并且我们中国区的派友也是最多了 最终我们会拿着我们手中的派币呢 去收割美国 将美国的资本家去收割 把他们的财富呢收割到我们中国来 那么这个时候中国会成为第一大金融体 另外呢我们中国的派友呢也是非常厉害的 那建立商城呢也好建立议货也好 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商城的建立 以及我们议货通道的一个建设呢 会慢慢的将世界上其他区域的派币 慢慢收割向中国去靠拢 这个时候呢中国会成为派币的金融中心 成为派币一个伟大的地区 那好这来就是关于内地区很多派友 那么高共识派友的一个看法 也是对于这种想法是大肆的去进行宣传 也有很多人去愿意信的 那好我接下来说一下我们不同的一个看法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Panetwork 它的背后的所在国家是在哪里 这个时候我是进行我的一个看法啊 对于它的这个看法我表示不同意见 那这是我的看法就是Panetwork 是来源于哪里的 我们先搞清楚这点 它是来源于美国的 美国的情况下Panetwork 既然要去改变美国的一个社会地位 改变美元的一个现状 那这个时候美国会不会去对Panetwork 进行审查 因为它在美国 美国去审查起来是很方便的 那我告诉你它是肯定是会的 要是不会的话 它不可能去发动Panetwork 你去制裁那些战争的地区 制裁美国敌对的地区 是吧 所以说证明美国和Panetwork 他们有直接的联系 并且呢Panetwork现在是听从于美国的 那好 接下来我们再说美元的问题 美国发行的一个信用货币是美元 那Panetwork发明了一个信用货币 也不叫信用货币 是要一个区块链的代币叫派币 那他们之间一个本质是没有任何联系的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派币要去挑战美元的时候 那后面的老大谁更强 我们一目了然 美元的背后老大是美国 Pi币的背后老大是Panetwork 那Panetwork是属于美国管的 所以说美国直接就管了美元 管了Panetwork 然后在Panetwork下面有Pi币 所以说直接从这个关系来讲的话 美国底下管的第一基有美元和Panetwork 他们是属于第一基的 然后第二基才是Pi币 所以说美国直接想把Pi币搞死 这是一棒子的事情 我还不用直接对你Pi币进行打压 我直接对Panetwork一棒子敲死 你还有没有挑战我美元的地位的能力 有没有 这个就完全就没有 所以说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Panetwork的项目方是尼古拉斯等等的团队 30多人至40人的 他们都是全部在美国的 这些核心团队全部在美国 如果美国宣布让你们解散 你们就得解散 但是好在一点就是美国它是属于是民主国家 它不可能说是以强权的能力去要求一个企业 或者要求一个非盈利组织进行解散 因为他们的一个政策不支持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民主国家嘛 所以说他们不可能说是强制要求Panetwork 你们进行解散 但是如果说真的要去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的时候 那威胁美元就是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那他们是有能力通过国会或者通过等等一系列的方法 将Panetwork扼杀在摇篮之中的 现有Panetwork为什么如履波冰 不敢去将Pi币产生价值 也是源于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如果说它一旦产生了Pi的项目产生了价值 让Pi进行赋予了价值之后 你看平国弄不弄它 是吧这是一方面 如果说Pi和美元是对立的情况下 可能就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 就是美国会搞PiNetwork 但是还有没有第二个可能 就是我以前的一期节目说过 PiNetwork和美国之间的一个关系 他们是可能会出现一个合作的关系 PiNetwork所有的一些行动 汇报到美国的一些情报机构 或者说他们的一些管理机构里面去 他们的下一步的动作会怎么样 也会去进行报备 然后美国同意了之后 他们才会去向下一步向下一步去做 那我们知道的现有的美元的情况 确实是令人诟病很多的国家 确实觉得美国你做的不厚道 那么超发美元 虽然说你是不得为而为之 但是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利益上的冲突 对其他国家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那么他们肯定是有点讨厌美国 有点讨厌美元了 那这个时候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就是PiNetwork是美国旗下了一个重要的金融体系呢 他会以这种区块链的形式来围绕着 以另外一种形式再形成一个包围圈 把美元没有涵盖进去的这些人 或者说这些国家 将它再次的画一个大的范围 把它给全部牵进去呢 那如果说你在这个途中你淘开了美元 那这个时候你又参与了PiNetwork 那实际上还是在美国的一个掌控之下 有没有这种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是大有存在的 因为为什么PiNetwork我就说了 它是属于美国的 那么美国对它的一个生杀盗权 是掌握在美国的手中 虽然美国是有一定的自由度 但是如果说你一旦威胁到美元 就是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型的安全 那么他们是有能力去将你这个团体给你解散掉的 那你不说你是在美国了 你在其他国家 只要说你是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了 它直接就是制裁你是吧 那我们知道现在的一个中美之间的一个贸易计划 它也会制裁 那么其他国家和美国之间产生利益冲突 它也会制裁 那么制裁是一方面 第二一方面有可能还会发生战争 是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美国对于世界的一个掌控权 属实现在还是在第一 那些所谓的美元会在五年之内崩溃的这些人呢 如果他们是不知道的情况下去灌输这些信息呢 那么我们不能去怪他 但是有很多人他们是了解到美元不可能在五年之内崩溃 并且呢 Penetwork也不可能说是成为扼杀美元的一个工具 因为从美国出来东西 然后你再调过矛头去扼杀美国 显然是不大可能的 这里面的有很多人呢 他是金融学家的 那他说出这样的一个话题呢 他其实就是在对于人群的一个筛选 那好 关于人群的筛选 我这里画一个简单的图 因为在内地区比较愿意去做的一个事情呢 就是说对于人群的筛选 将人群衰选出来之后 哪一类人群对于你来讲是能够驾驭的 你把这一类人放在一起 那么你不能驾驭的把它给屏蔽掉 那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就是用一段谎言去测试 这部分人能不能是你的菜 会不会被你收割 那我简单给大家画一个图 就是我们把这个人说的一句话 把它理解成他所布的一个局 就是指的是 要让那些比较傻的人进到他的局里面去 那些不相信的人排斥在外 以免提升他的片红成本 那这里比如说他说出一段话就是 美国呢 会在五年内崩溃 就是垮掉 那这个时候呢 说出抛出这样的一段话 在我们的群里面 或者在拍的这个群里面去 有谁会相信这样的话 我相信有很多人会相信这样的话 但是有很多人也是不相信这样的话的 但是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情况出 如果说有人会相信这样的话的时候 他就会进入到这里面去进行讨论啊 进行去相信啊 进行去那个 如果说不相信的人呢 他会进行去抨击他 说你说的这个是啥呀 你说的是垃圾啊 他会去抨击他 但他不会进去 他会抨击他 会抨击他 那我们当一个很大的群体的人 在外面有很多人去参与的群里面 很多人都在对他这句话进行一个正向的 和一个反向的示范 他就知道了哪些人是相信他所说的话的 这么低级这么傻的一句骗局都有很多人去相信的话 那这部分人呢 是他觉得比较蠢的人 或者说对司机官来讲没有什么太大认知的人 那么他们呢 就会将这部分人呢 归结在一起 进行他们后面的一系列的操作 那这部分人呢 很大的可能就会被舆论所带动 那这些人呢 未来会被成为一种武器 或者说是成为一个他被骗的一个对象 那这些不信的人呢 因为我们第一道筛票的时候 你没有通过嘛 因为你知道他说的就是假话 你还去跟他进行说什么 你可能就直接退群了 或者直接骂了 他骂了他 或者退群了人 这部分人他就全部把你pass掉 那重新拉一个群 那么这部分人呢 就是极度的集中的 也是极度的相信这些谎话的人 那这样的话 他就会大大的降低了他的一个编织谎言的一个成本 那随便说一句 你连美国五年会垮掉的这种话 你都相信的话 那你证明你是不会有任何独立思考的能力了 是吧 美元会五年之内垮掉 PiNetwork上市之后就会把这个美元干掉 像你相信这样的话的人呢 几乎就是没有什么动脑的一个能力的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抛出一个话题 我就在里讲了 五年之内美国不可能垮掉 他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 他也是依然是世界上第一大的金融体 这个是无庸置疑的 那么第二个是PiNetwork未来上市了之后 他不可能对美元进行一定的冲击 他有可能还会带动美元更好的一个拓展市场 我以前讲了他可能会去中心化 但是他不可能完全的去中心化 背后尼古拉斯这个人 他是在美国 美国会对尼古拉斯这个人进行管理 那么我管考了尼古拉斯这个PiNetwork 我让尼古拉斯去改变一些东西的时候 有可能尼古拉斯进行改变 但是改变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分岔 那这呢是更大的一个话题 我以前也是讲过 那后期的话 我有机会的话会再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今天就主要讲这个内地区的这些 这部分人的一个思想 是已经被这部分人去完全的管控了 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金融学大师 那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当时 但是他后面因为一系列的操作之后 他已经走到了国外去 同时他已经把国内的资本 这些相信他的人收割了一遍 这叫做粉丝收割 就是对于他的粉丝进行收割 收割完之后 他到我们所认为的不好的国家 他去过着悠闲之道的一个生活 这种情况在中国大有发生 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个Pi的圈里面 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你又没有被人给利用 那么你不要说觉得利用是骗你的钱 骗你钱是一方面 第二种就是把你当武器死 那我们知道很多人去疯狂的去喷别人 疯狂的去进行舆论的造势 舆论的压力 你去投诉别人 或者等等等等的一系列的操作 你有没有被背后的这部分人当枪死 自己去考虑一下就行了 那所以我更多的这期节目来讲的是 像这部分人相信他群主完全的无庸置疑的 相信群主去说瞎话的这部分人 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救的 因为你永远不可能说是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他是醒不了的 你叫醒了他之后 他觉得你把他美蒙给打断了 这部分人我们不用去考虑 我们更多来去考虑的是 这部分人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话了之后 那么不去进行一个更进一步的人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它是不现实的 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会进行抨击或者进行骂骂 但是呢 这个不会去影响到这后面的这群人 那么他们对于这部分没有世界观的人的一个收割 那么不管是他们的收割是什么也好 是收割他们的金钱也好 收割他们让他们到其他的项目里面去玩 这种所谓的国内的盘子也好 或者说是把他们当武器死也好 这部分人是没有办法的 那么可能就说我说的这句话有点刻薄 那这就是他们应该所得的 就他们既然没有一个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还在活在自己的梦想里面的了 这部分人呢 他被别人去操控是应该得到的 那这个时候呢 被这种骗局给骗了一次之后 吃了一次亏之后 他这个时候觉悟 自然的觉悟或者自然的行为 会比我们去谩骂他 把他骂行更好 那所以国内的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说非常乱 我们已经成为了两极对立的一个知识 就是说Panetwork的高共识的 或者说支持美国在五年之内会垮掉的人 Panetwork的派币会代替美元的这部分人呢 他们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群体 已经在这个群里面每天的不亦乐福的谈论美国的衰落 美元的霸权 会被这个派币的出来之后把它给扼杀掉 那这种言论呢 其实我们看看就知道了 知道你也不用去更多了去叫醒他们 因为你是叫不行的 你叫的时候可能会被他们群体攻击 那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 就是说Panetwork现在的一个世界观的非常乱 我们很多人认为Panetwork是和美国成一个对立之势的 它是解救我们这些穷苦人贫苦人的 尤其是解救我们这些中国的底层人的 那么这里呢 我保留一个我自己的看法 但是我更加赞同的是Panetwork 不可能会替代这个美元 也不可能会成为我们收割美国资本的一个工具的 那好 这就是我今天的全部内容 那么以上的内容仅仅是来源于我个人的一个分析和我个人的一个观察和总结 如果说你有什么样不同的看法 或者说不同意见呢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在视频更新的第一时间你就可以知道 那好 今天就这样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